这就是 最终 大家好 GC News 浪灰龙任务也是在今天结束了 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刷到自己想要的武器 我这两天也是一直在直播打神怪 所以说也是没有录一些其他视频 我这边就直接先用一些之前直播的录像 相当于是比输成数吧 这个任务呢是我单人solo的一个第一级的任务 难道说solo并不是说我把这个任务打破了 而是只是进行了相应的铺位破坏 铺位破坏完成之后呢就直接是推任务 毕竟你第一级的话呢任务并不是说是打不过 只不过是非常没有效率 大部分的 所以说网上流行的做法吧 还是先在低级的时候 铺位破坏后推任武器 整集到之后呢再尝试击杀 或者说攻击杀 但基本上节奏我觉得还是像之前那个经验分享视频差不多 整个战斗呢由于是我solo了 所以说不会有队友捣乱 整个我的想法是都跟大家解释一下 整个这样战斗流程呢应该会变得清晰 刚才呢是有一个桥 那个桥我在经验分享中应该是有提到的 肯定是它实际上是通往另一个方向桥 感觉是怪物的体现太大了 所以说在它转身后呢就有一瞬间你可以用桥砸到它后边 至于是穿过了墙的尾巴 总之利用好这个特性呢是可以让它多倒一次地 整个任务中呢如果我是进战的话 怪物倒地的时候呢我是会选择去输出头 因为头你是在其他时候 你是赢呢也输出不到的 所以说一般呢都要去输出头 这边怪物撞了这应该是又撞了一堵墙 撞后呢发现怪物的速度 比之前是明显变快了 所以说我的理解就是伤害够了 现在它是已经准备钻洞了 它钻的那个洞呢应该是地图西北角的洞 出来洞呢一定是地图东边这个有数字1的这个洞 总之是把这些洞的性能关系你要熟悉好 这样就增加一些效率 刚才炸这个怪 我呢是选择浪费了一个小包弹 是把这个墙先炸开 有些人呢是喜欢用一个炸弹的炸他的手 我由于是单人solo 所以说我是想用炸弹呢是尝试朝他的胸或者是脚 那个部位呢是炸炸成绩能贡献一些伤害 毕竟这两个部位是平常你要么打不到 要么是基本上不会打的 现在呢伤害已经够了 怪物变红 之后吼叫 这个吼呢要是尝试 这个吼之前在 之前那个经验飞行声音呢可能是没有没有提的很详细啊 这个吼大家仔细听的话呢 他实际上是有两段或者说有两个声音 第一次好像是一个比较低沉的一个声音 之后呢才会有一个比较 像是一个高昂的一个很长的一个吼叫 你要在第二个那个比较高的吼叫跟他同步滚出来 你才能把他滚出去 可能是比较特殊具体的原因 我猜可能是刚才那个吼是怪物 现在是一个换区的吼 所以说判证时间呢跟平常你跟 比如说怪物在二区战斗时候 你吼的滚滚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这边我记得当时我是为了练练习滚吼啊 所以说是这个斗盘是没有没有穿 应该是没有穿 应该是没有穿 但是这个吼呢是 并不是说在他的声音出了那一瞬间 你跟他同步 你要稍微的 把那么零点几秒 然后再去躲 也是总之这个怪的吼 尤其是有两种不同的判证时机 所以说一上来呢 我是把这个在战斗中的吼 所以说是很快的就掌握了 但是那个晃晴的吼 可以说是让我头疼不久 像现在呢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观看地图 不是地图是屏幕 右边呢是有提示 刚才好像写的是右边的 后 前脚吧还是 后脚啊 右边的后脚可以破掉 那现在我是去破右边的 右边的前脚 这边怪物麻痹 说的话呢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去打他的 右边的 脚 当时平常我怪用的 我的猫用的是睡眠武器 这边呢由于是 就是 会影响你这个怪的 最中阶段的破脚 当然这边是一个一级刃尔 就是说你是武器能开到关系 比如说也是第一时间没有 没有坏过来 一直是攻击他的前手 前手我是觉得近战是最难破的一个部分 像凶的那边有时候你去打前手 我会比较相对是一些AOE伤害 就会直接是把这个凶武器顺道的给破掉 比如说一般我的建议就是你要是你要是近战的话呢 就是不停的钉的这个前手打 等前手破了凶差不多也就好 甚至呢很多时候呢都是会 这个凶是因为你武器跟机范围太广了 直接是先破掉 那等于是还剩左边的手 然后应该是还有尾 这地方呢说话不太好 刚才可以看是怪物翻车的时候呢 已经是把我把我给带到了 现在呢是又被他的挖地的 这地方可能是因为右边是一个坑吧 他又是一堵墙的话呢 那我站在那边吃咬了 会直接是摄像机离着这个人会很近 是可以看出来 尤其是一个比较开阔的一个 里面是一个坑 所以说我能够意识到我已经到了 GEEK的边点 是总之很危险的地方 那现在我应该是已经忘记了哪个地方有破 哪个地方有破了 哪个地方有破了 我们现在再来查看 结果应该是左右尾巴尖没有破 然后其中的一个手没有破 我们应该是右查看那边 应该是左手没有破 左前手 但我不太清楚 其他版本的游戏内提示是什么样子 最后就是看到他摊太多 自己已经没有 比如说是游戏内的语言 由于我是美版的PS4 就是没法调成中文 在英文版的这边 在英文版的这边呢 是它的整个部位 我是感觉写的不是很 不是很有条理 部位显示有些地方是 左前手 然后呢会显示尾和右 等于是 总之是没有 没有一个比较 调理的一些逻辑 我觉得你要是显示左边 左边呢 你就是把所有的单词 左放在最前面 这样我查看起来的话呢 也是比较好查看的 我们经常是把单词的位置来变化 就是说看起来也是很 不是一目了然 这边呢 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马上意识到了 反正上是不对 这个右手呢 是实际上已经破过了 所以说是查看后呢 发现不对 去了一个最近的 没有破的部位 现在应该是 左前手没有破 然后是 尾和 左没有破 可以看真的是 这个词的顺序吧 我是觉得非常的 让人迷惑 这边呢 尤其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说 这两个石头的架势 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呢 是不想 不想把它浪费掉的 刚才是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直接是 选择了在等待 怪物 这边是 头上的黄金是被打掉的 这是因为 我的冒发 是比较 运气比较好吧 但这边呢 我是运气又不太好 怪物倒地后的位置呢 是一个非常 奇怪的位置 导致我这边双刀出出也是 意外的 触发了一个空空击 而且是 停在了一个 注意下那边 地上的火山 噴发 停在了一个 完全打不到的位置啊 刚才是怪物转身 所以是不知道 不知道秒谁 所以说还是要 再翻滚一下 这边呢 我还是可以看 我是非常的小心 直到我有百分百的把握 这个石头一定能砸到怪的时候 我才会 才会选择去砸 毕竟是你一个人 一旦miss的话呢 就很难 就很难把你想脱的部分都破掉了 刚才 这个相当是我可能是精力不及重啊 刚才是好像直接 又站到了脱的位置 但我这边应该是直舞到了一个 一个乱舞 这两个石头呢 位置还是比较近的 是有时候 运行好怪物 起身后呢 就砸个掉下 这样 左边的手也破了 应该还剩一个左边的尾吧 像这个打破后呢 基本上 我solo的目标 我觉得就达成了 你呢 是可以选择 再 跟这个怪游走一下 或者说再随便攻击一下 因为现在该破的东西都已经破了 你可以等他的壳 给他壳打掉 一般 一般呢 是会更长 因为毕竟只有你一个人 但是呢 这个破壳呢 我是个人觉得呢 你是在之后击杀的时候 是一定会给他破掉的 所以说 现在呢 我觉得你不破也无所谓 由于呢 是只有我一个人 我只是没有选择去浪费时间 直接就选择了退任务 另外这边我 其实这个任务 一开始我是没有想一个人做的 原因应该是 当时我进这个集会所的时候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没有出任务 其他人都在出 他们已经是出了大概 已经有五六分钟的样子了 所以说我想呢 就是直接自己一个人 打一个比较快的部位破坏 之后呢 等我出来后 应该是之前的队伍 正好我们是能在同步上 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 总之 这就是一个 像是单人部位 也不能说全破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整个 该破的都已经破了 剩下没有破的部位呢 尾巴一级 基本上是我觉得 目前我见到的队伍中 是没有破的 然后剩下的头呢 是你在最后六级 或者说三级以后 去破脚的时候呢 是肯定会破的 所以说我是觉得 既然之后要破 现在破的话 也是没有太大的必要 所以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这样这期呢 就先到这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见